大家好,我是蓝爸爸 今天咱们来讲德川幕府的中兴之主 八代将军德川集宗 本期视频是由咱们频道的忠实观众李京远同学投稿 我对他的原文进行了一些修改 以更符合我的风格 而就在他把稿件交给我的几天后 曾经饰演德川集宗的日本艺人西田米行不幸去世 在这里也为西田先生表示哀悼和惋惜 德川集宗生于1684年 出生地在日本纪州藩合格山城下吹上宅邸 位于今天的日本合格山县 小名元六 父亲乃是纪州藩第二代藩主德川光真 这个纪州德川家是德川玉三家之一 其余两家分别是伪张德川家和水户德川家 这三家是除将军家之外 价格最高的三家大名 有资格使用德川苗字和三叶魁家文 在东家将军爵寺的时候 可以送出养子继承家门 元六是德川光真的四子 母亲名叫文子 也是五十之女 但是地位比较低 他本来是负责管理合格山城御室的侍女 相传有一次呢 藩主德川光真洗澡的时候来的兴致 就把他给临兴了啊 后来就生出了元六 当然这都是一些野史异化中的说法 不过文子的身份低微是事实 也因为如此啊 元六从小就和母亲分离 由纪州藩家老加纳正直抚养 一直到他的二哥次郎吉病逝后 他才改名新之柱 移住到江户纪州藩藩底 幼年时期的吉宗据说非常的顽劣 很难以管束 时常在野外和乡村游玩 也因为他真正见过百姓的生活和疾苦 所以才造就了他日后独特的风格与独到的眼光 长大后的吉宗则皮肤有黑 强壮有力 身材高大魁梧 相传他曾经亲手降伏过一头野猪 还有一次呢 为了追逐一只鹤 而一口气跑出去四里地 但同时啊 他也保持着武士的基本素养 对诗歌围棋和艺术都十分喜爱 1696年年底新之柱在江户赤板的冀州公馆中援福 因为不是长子不能冠以德传之姓 因此起名松平赖九 续任纵四位下 右近卫全少将兼主顺头 次年四月 五代将军德传刚及驾临冀州藩藩底 见到赖九之后非常喜爱 赐予他月前国单升郡内三万旦领地 视为隔野藩藩主 并且再次改名松平赖方 1698年 赖方随父亲一起回到鸡州藩 回家后老爹选择了隐居 将家都和藩主之位交给了长子 得传刚教 照理说呢 作为小儿子 并且不是嫡出的赖方 踏踏实实地守着自己那点领地 过完一辈子就差不多了 充其量啊 寻个机会 看看有没有其他藩主没儿子 过去入寺当个养子 日后呢 继承家业做个大名 那也就顶天了 谁知道呢 这个人运起来了呀 你挡也挡不住 1705年 掌兄德川刚教 莫名其妙生了一场大病 童年就去世 父亲光真 因为失去爱子 而悲伤不已 不久也撒手人寰 由于掌兄无私 家都交由三哥德川赖职继承 可是呢 在父亲去世一个月后 三哥赖职啊 也莫名其妙的病死了 一年之内 家里四个爷们儿死了撒 此时啊 21岁的松平赖芳 就成了冀州德川家唯一的继承人 你说这事这么蹊跷 里面有没有猫腻 咱也不好说 在成为家主 并继承德川苗子之后 将军德川刚吉 特赐天会 正式为他取名 德川吉宗 吉宗虽说运气爆表 从一个树出幼子 当上了玉三家冀州藩藩主 但是呀 他接过来的 却是一堆烂摊子 冀州藩 早在藩主德川赖宣时代就负债累累 德川赖宣是老乌龟德川家康的石子 从小就锦衣玉石 那持川用度的开销得多大 是吧 没钱了 就问幕府借 反正都是他们家的 到第二代藩主德川光真的时候 情况好一些 那有所缓和 但是急纵的哥哥德川刚教 当时娶了将军德川刚吉的长女贺姬 这笔花费可就不得了了 那你想娶将军的女儿 那能往小了半吗 好不容易有点起色的财政状况 又回到解放前 后来父兄接连去世 三个藩主 葬礼也不能太简陋 又问幕府借了十万两座丧葬费 吉宗上位后的一七零七年 又发生了保永大地震 激流藩受灾极其严重 本来就不富裕 现在更是雪上加霜 因此在各方压力下 一期一零年 吉宗决定对藩内进行藩镇改革 吉宗的改革手段 总结起来就四个字 开源节流 首先呢 冀州藩有诸多特产 比如鲸鱼肉 蜜菊 冻豆腐 粉和醋 汤浅酱油等等 集中大力的推广这些产品 通过商品贸易 获得了不菲的收入 然后在领地内广泛的开辟荒地 推广新道种 改善灌溉系统 有效的增加了领地的粮食产量 那个时候都是论蛋糕嘛 粮食多了 自然财政就增加 紧接着呀 他又大大提高了农业赋税 也就是说呢 多出的粮食啊 不是给老百姓的 啥时候都得靠割韭菜 这边多产 这边多收 很快番里的财政就缓和了 那这边是所谓的开源 然后是节流 说白了呢 就是勒紧裤腰带过日子 当时集中为了推行节俭之风 以身作则 作为玉三家之一 领有55万弹领地的大大名 他将自己衣物的布料 全部改为平民用的木棉 一天呀 也只吃两顿减餐 作为番主的他都如此 那么整个番内自他往下 谁敢过得比他舒服呢 所以集中强令精简藩政机构 要求番内避免各种不必要的支出 你想拿着公款花天酒地 玩姑娘 没门 诸如办公费用 官署机构的维护 领地内官员的生活费 都大大的缩减 这项举措呀 极大的节省了番内开支 那么在开源与节流之间 集中还不忘疏导民怨 他在合格山城大手门前 设立诉讼箱 鼓励人们直接向他诉讼 日子不好过 大家利息比较重 给你个地方啊 让你说理 这起码有个姿态嘛 怕就怕呀 说理的地方都不给 碰上彪汉呢 他就民变了 那怂的呢 他就去报复社会 伤害一些老弱病残 成为社会渣子 除此之外啊 集中还大列的奖励文武 包张效行 这一切的目的 都是为了稳住社会封纪 通过集中的一系列改革 季州藩的财政状况 终于稳定下来 甚至还还清了 幕府的十万两丧葬费 可以说在这方面 他表现出了出色的财干 1709年 五代将军德川纲级去世 将军之位由甲府藩主 德川家宣接任 实际上如果集中的大哥 德川纲教不死的话 将军大概率会是他做 因为德川纲级无私 纲教不仅是他的女婿 而且还是冀州德川家的嫡长子 完全可以入籍将军家 德川家宣呢 是三代将军德川家光的孙子 但是地位呢 没那么高 可是仅仅三年之后 德川家宣并重去世 将军之位由四岁的独子 德川家纪接任 然而又过了四年 八岁的德川家纪夭折 这么小更不可能有啥子嗣 将军本家的血脉因此断绝 于是呢 玉三家机制顺利启动 幕府开始从伟章德川家 和冀州德川家之中 挑选将军继承人 水护帆相对来说 加格低一些 那一般排不上号 玉三家之中以伟章为笔头 很多齐本和大名也支持伟章藩藩主 德川纪有上位 但是吉宗却得到了六代将军德川家纪的 正式天鹰院和七代将军德川家纪的 生母月光院的支持 这让吉宗得以顺利的从候选人中胜出 成功就任第八代将军 实际上两人之中也只能选吉宗 德川纪有历来风评不佳 相传此人兴致短绿 就是小气吝啬 心胸比较狭窄 在他竞选将军失败后 人们甚至给他取了个外号 叫伪张大根 大根就是白萝卜 那意思这个人不中用 但按照血缘的话 德川纪有更近一些 也许吉宗真的是命太好 两次大馅饼都落在了他头上 话说吉宗当上将军后 也不是逍遥自在了 跟他接手吉州藩的时候一样 幕府的财政状况也是一塌糊涂 话说自打老规 德川家康平定天下之后 日本算是迎来了久违的和平 这和平了 武士们就没啥用武之地 只剩下开心享乐 马放南山 刀枪入库 各种花天酒地 彼时的武士与对岸大清帝国的 八旗子弟们可谓不遑多让 但是再大的家业也经不住折腾 很快呢 武士们的钱就挥霍干净了 和平时代的那点俸禄 根本就是杯水车薪 没办法 很多武士为了生活呀 就去借钱 那作为武家栋梁的将军和幕府 自然是不能坐视不管 因为幕府啊 就是靠着分化武士与平民 来统治整个国家的 如今自己手底下的人 都有一批无债 武士的社会地位 受到很大的影响 你想他能睡得着觉吗 但实际上呢 要论奢侈 将军本人比任何人都奢侈 武代木得传刚及在位期间 到处修筑豪华宫殿和庭院 大量的向寺庙捐赠金银土地 开销之巨大 就算把整个日本卖了也不够 为了筹钱 来维持将军家的颜面 刚及在后期竟然通过改筑金币 减少金币的含金量来解决财政问题 这个通俗来讲呢 就是无毛印钞 那大搞通货膨胀 你想啊 这金币的面值不变 但是含金量却少了 不就等于货币贬值了吗 货币贬值自然就会带来物价上涨 但是对于发行货币的人来说是好事 他能印更多的钱来呀 这样就能缓解经济压力 刚及通过这个方法 差不多得到了约500万两的收入 再后来 索性连无毛印钞也不搞了 开始直接抢 找一些明目和借口 来没收大明的领地 期间减封撤封的事件 达到了46件之多 没收的领地接近160万弹 将军名下的土地增多了 那收入自然也增加了 可是通过这么一系列折腾啊 幕府发现财政状况 不仅没有得到有效的解决 而且还引发了更多的社会问题 可是作为将军的德川当级 仍然不停的作 他竟然突发奇想的制定了一系列法令 称为生类怜悯令 这些政令旨在保护动物 婴儿以及伤病之人 主要是对于动物 涵盖的种类也非常广 甚至都包括昆虫 而诸多动物之中呢 对狗的保护又排在首要位置 有可能呢 是因为德川刚级属狗的缘故 看上去这是一件好事 但实际上实施起来啊 却非常的极端 有学者统计 在生类怜悯令期间 因触犯法令而被处罚的案件 为69件 其中啊 被处以急刑的就有13件 当时有一则传闻呢 说有个小姓 因为拍死一只蚊子 而被关了禁闭 虽然只是传说 但也反映出了这项法令 有多么的不可理喻 所以呢 不管是大明武士 还是平民 生活上都被带来了极大的不便 大家苦不堪言 批评这项法令为天下之恶法 而刚才啊 咱也说了 刚其对狗的保护非常重视 在国库紧张 百姓因通货膨胀 而生活压力俱增的情况下 他依然拿出大量资金 在江湖城外 专门设立了许多狗舍 来收容流浪狗 并且称之为犬小屋 百姓们都很不理解 我们生活都这么难了 你都不说拿点钱出来补贴补贴 反而是将大把大把的票子 撒给狗 你的百姓连狗都不如吗 因此呀 德川岗吉得了个外号 叫犬公方 你那么喜欢狗 你去当狗吧 在岗吉之后的几任将军呢 都很快去世 也没机会不乱反正 再加上天灾不断 一会地震一会火灾 所以啊 集中接手的时候 整个幕府的状况非常难看 急需进行改革 如今要面临的难题 主要有三个 财政 债务 民心 对于这个套路呢 集中还是比较有经验的 因为接手冀州藩的时候 也基本是一样 想保元年到想保六年之间 集中主要的工作 是稳住自己的权力 毕竟呢 自己是从冀州藩来的嘛 况且幕府中的势力错动复杂 没有一个有效的班子 是无法调动国家机器的 于是在数年间 他将大量的冀州藩士编入牧尘之中 并且设立了预测预用取次 都由冀州藩士担任 形成了以自己为中心的侧进政治 以此为基础 他开始大刀阔斧 移上来 先把恶法生类怜悯令给废掉 赢得了全国人民一致好评 在江户建立小石川养生所 救助许多贫苦和生病的百姓 设立听火销制度 有效管控城市火灾 让市民可以安居 效仿在基州藩士的诉讼乡 在江户同样设立木鞍乡 鼓励百姓直接向将军诉讼 这些举措都有效的稳住了民心 而随着生类怜悯令的废止 集中恢复了自德川钢级时代 就禁止的英手 目的是为了加强幕府军队的训练 同时还能以打猎的名义 对江户周边的情况进行监测 以防范可能发生的农民起义 并且为了进一步分化人们的反抗力量 甚至允许一些地头恶霸 拥有苗字带刀的权利 争取让底层互害 把反抗的火苗熄灭在田间地头 再加上推崇儒学教育 把君君臣臣夫妇子子那一套 给老百姓念个千百遍 整个人都给你洗成傻子 你不安分也得安分 紧接着集中就开始将改革继续深入 1722年他制定了上米制 规定各番每一万弹的蛋糕 要交给幕府一百弹 这一百弹是多交的 本来番主就要纳贡 但是作为补偿 大明在江户参勤交代的时间 由一年缩短为半年 根据这项法令 享保七年到享保十五年间 江户幕府每年增加收入 18万7千弹 可是这项措施呢 有些不利之处 就是幕府啊 等于伸手向各地大明要钱 而且还缩短他们参勤的时间 以做妥协 这会让将军的权威下降 大明们会认为啊 幕府不再强大了 而且参勤的时间缩短一半 会大大减少各番支出 这会让他们有机会发展壮大起来 因此在享保十五年的时候呢 这项法令就被废止 在发布尚密制的同时 吉宗还积极的推广新田开发 不仅引进优秀的土木技术 河川管理技术 来增加土地利用率 而且还开放 天人不准开发新田的禁令 允许民间资金涌入 这样不仅缓解了幕府的资金压力 还开垮了更多的新田 通过这个方法呢 幕府的天领增加了50万弹的蛋糕 相当于每年多了50万弹的收入 整体收入增加之后 吉宗又拿出了镰刀 他大幅增加农民税率 自江户幕府开幕以来 税率一直都是四公六民 而吉宗呢 则改为五公五民 并且还规定呢 即使遇到灾年 只要灾害不大 依旧要缴纳固定比例的年贡 应该说啊 这个法令是立竿见影 财政问题马上得到了缓解 有句老话说的好 农民是芝麻 越榨越出油 韭菜嘛 不牺牲你牺牲谁啊 不管咋地 幕府收上来的米呢 是越来越多了 但是啊 还有一个问题迫在眉睫 那就是当时的米价太低 而物价又太高 因为不管是幕府还是各番 收上来的基本都是粮食 用粮食啊 再去换成钱 或者其他物品 粮食在那个时候呢 也带有很大的货币属性 如果米价太低 而物价又太高的话 自然是非常不划算的 究竟原因呢 就是因为市场上流通的粮食太多了 于是啊 吉宗开始发布买米令 强制其他大名和富商 购买大米并囤起来 同时呢 幕府自己也买 那这样就导致米价升高 然后他就可以出货 实际上就是一种米价炒作行为 你想这上行下效啊 很快民间商人们都参与到炒米大军之中 竟然就这样催生出了全世界第一个期货交易市场 位于大阪的唐岛米会所 而且是得到幕府公认的 也由于呢 吉宗的许多政策都是围绕米来进行 所以人们都称呼他为米将军 然而实际上 吉宗针对盗米的这些措施啊 都没有预想中的效果 因此他最后还是走上了印发货币的道路 下令改住品位较低的原文小畔 一时间呀 商品交易得到了刺激 幕府的收入也增加 但从长远上 他进一步加重了通货膨胀 物价持续上涨 购买率持续下降 连一些底层武士都以此而感到困扰 除了获得更多的镜像之外 吉宗继续贯彻以前的方针 大型节俭之风 首先削减了旗本的数量 废除旗本的官位和俸禄的世袭制 旗本呢 都是幕府给发工资的 雇的人少了 开支自然就减少 说白了就是裁员 与此同时啊 将军大傲中的女佣也被大幅裁减 从4000人减少到了1000多人 吉宗还向全国下达了节俭令 从大明到平民 全国范围内在衣食住行上都加以限制 规定的36种奢侈品 高价品或新商品都必须制造 禁止私娼 异计 混育 禁止赌博 霍介僧 禁止色情书刊和色情戏剧 甚至规定可以直接进入武士家中查赌 幕府在全国范围内的赏赐虚礼也都废除 限制修建寺院 简化佛式 历来将军的灵庙也减少费用 不再建新的将军灵庙 以上措施 大幅度减少了日本全国的各种消费支出 有效缓解了财政上的巨大缺口 而面对武士阶层的债务问题 其中找了一个最简单有效的办法 赖账 幕府的债务好办 或者说他就没有债务 因为谁敢去找将军要账 是吧 活够了 欠债的基本上是地方大明和那些落魄的武士 随着日本市场经济的发展 厅人的财富日益增长 武士阶级却入不复出 越来越多的武士不得不向厅人借债 因此经常发生债务纠分 而这些呢 有损于武士的社会地位和体面 因此1719年 吉宗发布相对纪令 凡是有关金银债务的诉讼 幕府一律不过问 由当事人协商解决 但你想如果没有幕府介入 平民怎么向武士要账 虽然这项法令的初衷 是因为此类诉讼太多 而导致其他案件无法处理才发布的 但是却间接的为武士赖账提供了方便 至此为止啊 吉宗所面临的三大难题 基本上得到了缓解和解决 尤其在安定幕府财政上 效果是最良好的 当然呢 不顾百姓状况增加赋税 大量印发货币 造成通货膨胀 这都让原本就不好过的 底层人民更加的困难 因此在1732年的 享保大饥荒发生时 这些都间接的加深了灾害程度 此后呢 更是在全国各地 频繁引发一魁 不过站在幕府的角度来看的话 吉宗确实是忠心之主 如果没有他上台采取一些的措施 江湖幕府很难说能继续统治下去 除了解决上述三大难题之外 他还制定了公事方预定书 精简和规范了各行政司法部门 让统治效率大大提高 吉宗经常能听取别人的意见 并且付出实施 颇为开明 对西方知识和文化很感兴趣 1720年颁布了解禁令 允许进口和阅读 非基督教内容的荷兰书籍 尤其是涉及医学 天文学 地理学等实用学科的书 大大推动了蓝学在日本的传播 我个人认为 这一点非常重要 就是因为日本一直有蓝学 保留在国内 所以才能在长期 闭关锁国的情况下 开启民智 完成民智维新 1745年 十年61岁的吉宗 把将军之位 让给了长子德川家仲 但由于家仲有语言障碍 所以他一直以大狱所的身份 在幕后掌权 并且其三子德川宗武 和五子德川宗尹 分别在江户 以不屋柱的形式 被授予巫夫 视为田安德川家 和一乔德川家 不屋柱就是不分家 只是自己住自己的房子 因此 两人都保留德川苗字 其用意很明显 就是效仿德川宗家的 玉三家制度 在长子德川家仲一脉 绝四的时候 让这两家的血脉 出任将军 好让自己这一只 长时间的占据将军之位 后来德川家仲的次子 德川重好 以同样的形式 建立清水德川家 自此开始了玉三清时代 因为他们都没有分家 不是大明 所以只能称为清 玉三家跟玉三清 都可以在将军绝四的时候 送出养子继承人 实际上呢 一直到末代将军 德川庆喜之前 都是吉宗的血脉 在当将军 主要是一乔家这一只 德川庆喜呢 是出身于玉三家之中的 水户德川家 是后来过继 给了一乔家做养子 才当上了将军 1746年 吉宗患上了中风 右半身开始麻痹 语言也不清 身体状况急转直下 最终于1751年 农历6月20日去世 享年67岁 江户幕府一带中兴之主 至此走弯一生 好的 今天的故事呢 我们就讲到这儿 再次感谢李京远同学的投稿 我们下期再见 拜拜